小小小 现在下雨了 走吧 赶紧回家 今天这个案子办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你看那会怎么躺个人啊 走 我们过去看看走 先过去看看 你好 大爷 你怎么了 手怎么在哆嗦呢 咋了 大爷 没事 你是不是饿的呀 你说话没劲呢 好人呐 咋了你啊 你怎么在那儿不躺了下这么大雨啊 你给我几块钱吗 给我几块钱我买两个单量吃 我都两天没吃饭了 哎 那你这样 你这样我现在那个行 你这个小姐去把车开来一下 哎 好嘞 我现在开车带你去吃碗面 那不用 你就给我几个钱 我就买两个馒头去 不不不不 天这么天这么冷下的雨 你吃什么馒头怎么能行 走 我带你去吃面一走 好人 咱们吃完面喝完热汤 拿不拿我再说 走 好人呐 来来来咱们把这个东西收了 来 好人呐 这么冷的天 你这么冷的天 你吃满到哪行 来 走 带你来 咱们去坐这儿坐这儿吧 那个 你帮我来碗面去 好人呐 给你们添麻烦了 没事没事没事 你刚才那野心太可怜了 遇到任何野人 哎 慢点大爷慢点大爷 你要吃不够咱们咱们再点 你慢慢水不浅了啊 我带口水来 给你添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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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慢慢吃 要不够咱们再点个事的啊 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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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咋事儿啊 怎么下雨天在那儿不淘着呢 来 来 来 钱给拿着呢 嗯 那你当时是把你的钱 全都给他转过去了吗 他一个农村老头能够什么钱呢 十几万块钱 攒了一倍的钱 全给拿着呢 那也就是说 现在是他的意思 还是雅朽的意思呀 还是就当不了主 那叫雅朽的意思吧 行 你这样大爷啊 别太紧张 别太着急 你那个转账记录还有没有啊 还存在呢 当时打电话要的钱 他们那个 有那个 嗯 钱也是汇给他的 从你的坎上汇出去的 对对 那就行 这个呢你也不要太紧张 一会呢你给我到那个 咱们律所去一趟 然后把这个证据整理完以后 我帮你把这个钱给拿回来 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步 把钱给你拿回来 第二步 要求你儿子儿子 对你进行赛养衣服 什么都不用管 这事我遇到了 我就负责到底 天下父母亲这个道理我懂 这个咱们先不聊 好吗 我们先把钱拿回来再说 剩下的事咱们到时候找到你儿子以后 咱们看情况再决定 好 行吗 你现在给我走 咱们去所里 然后咱们去去所里找 好 来大人 来大人 接着我办公室 来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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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 好 大人 那些个证据咱们都有吧 有 那个转账记录啊 还有你给你儿子那个 得来记录的部分 那些个证据咱们都有吧 你稍等一下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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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先去还有家里 给这一次过分的记者 看他走走 如果不行的话 咱们把这个东西都帮你去 好吧 你也不要心软了 也不要再说你儿子不儿子的 你这儿子没把他养这么大 他反而不养你 那你变大生气 你还不如把钱拿好去 你养了 能争取到他进到一个 赡养的义务 这肯定是最好的 这个我一定会帮你争取 这个你放心 咱们能够达到一个最良性的结果 是最优质 这个教练我来说 是吗 好 我想事实的经过 大家也已经看明白了 那么刚才赵大爷给我们提供的证据 我们都已经整理好了 今天我也是让赵大爷 带我到他的儿子家里来 如果说今天对方 履行一个做儿子的责任 把钱还掉 并且对赵大爷进行赡养义务 那这个事是万事大吉 如果说他的今天的态度 还是对赵大爷 置若稳闻 并且也不还钱 我会把所有材料 马上递交到法院 咱们直接去起诉的 那么这样的儿子 这样的儿子 你对他爱得越深 你就是越害他 也害你自己 懂吗 不要再心软 不要再心疼了 行不行 一会儿到了以后 你就听我的安排 如果说他今天不还钱 我马上起诉他 你就不要心软了 好好好吗 今天这个事我一定给你做出 我一定给你拿个结果出来 都听你的老师 行吗 好好 你走吧 你带我去吧 带我去找他人家 老师就这屋 走 走 带我过去 一墙啊 一墙 赵大墙 你们怎么回来了 你们不愿意跟家呆吗 出去吧 不愿意走吧 咱们走 我走 我工资卡你们都给我收去了 我怎么生活啊我 你愿意走 你自己想折 听见没有 别动别动 干嘛呢 我先别说他 我先说说你啊 你作为亲生儿子 就严惩着你父亲 在这么大的云药在那边 不娇着吗 如果你们俩不想 被你们的邻居指导 你们俩这点破事 现在把老爷子 请进屋里去聊 走吗 走 走大爷 你惹不也惹啊 你惹不也惹 叫什么草变的玩意儿 来 给我来 别喝茶 给我来 没事 不用怕 不用怕 大到方方的 这是你儿子家 有什么可怕的 放这儿 没事 你干什么呀 回来干什么呀 在说你是谁呀 你干嘛的呀 大爷上这儿坐我 别坐 有事在那儿说吧 那衣服都有土 什么都有脏又臭的 说哪有捡垃圾回来的 这是啊 喝喝哪儿就有啊 不捡我吃啥呀 自己想办法 你这这 不愿意跟我们过吗 不愿意过 你就别让我 别问我们吃啥喝啥的 是不是 再说了你是干嘛的呀 你这玩意儿 你这玩意儿 我都两天没吃饭了 前面这个冒际人给我 给我买着面 让我吃的 你别坐着 别坐着 干什么干什么 别坐别坐了 你坐干什么 坐在那边 我去床 哎 来坐在那边 坐着 坐坐坐坐 你还坐了坐好了坐好了 坐坐坐坐坐 坐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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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走 听好了 我怎么走 靖少阀直晴山 我这人你半天了还有你 你嫌他脏 你小时候没拉口没尿过是不是 你怎么长那么大了 你怎么想干啥 如果你要再改动老爷子一根头发 我毛上依法办你们 无法无天了是吧 从进来到现在 我是刚开始说话 你们俩的所作所为 除了让我看到有点双处以外 有点像个顺口以外 起来 我没看到一个做人应该有的东西 你这样别动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跟你没关系啊 你不听我来过来来过来 跟我家别好好的听着没有 有话你就说没话滚 但是他也滚 你带来的你就带走 我是正常法律的金山 依法动你家里来围权 怎么呢 围什么什么权 围什么权 围什么权 围我的 我爷子不做杠了 讨厌 挺好的啊 你现在是儿媳婦 如果你再动他以下 老爷子现在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 出了一点问题 我会依据证据刑法办你 别知我 有话吗 你三年前 以你的方式 我不想把这词说得很丑陋 作为一个儿子 不应该有这种方式 但是你以你的方式 从老爷的手里 把他的所有养老金 事物万全部骗走 什么叫骗 他愿意给我的 他愿意给我的 你别动他 你听到没有 哎 别动我起 不知道你 我家 你家怎么的 你给我听好了 在你的家里 只要你做了违法乱七的事 我不管你在哪 你的家也是中国的独立 中国的法律 一样可以办得了你 办得了我 办不了 听好了 不要以为 你作为他的儿子 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在他那里 骗的所有的钱 所有证据 我们已经准备完整了 面对你的 把我打他 你这给我磕的 给我磕 拿他 你怎么用磕的 出去 走 来往这打 走 往这打 把我打你 你给我滚 往这打 我给我滚 带着他 滚 出去 把这给我磕 我冷静点行不行 你以为我们有手是不是 你觉得我们有反抗能力 给我听好了 看着我 看着我给我听好了 你给我听清楚 如果你再对我进行攻击 我可以依法 在自动反卫的里面 依法反制 你懂吗 我这叫正当防卫 我警告过他了 如果你再动手 对你也是一样 如果你们再进行任何的动手行为 我可以在正当防卫的范围之内 予以反击 听懂没有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好 我告诉你啊 所有的证据 我们全部准备完整了 你作为亲生儿子 你要承担法律责任 我现在不讲别的法律责任 你第一个 急速以后面对你的就强着执行 因为你是以骗的方式 从老爷的手里把这钱全来走 他叫骗我 没骗他 好 把你这句话记好了 然后去跟法官讲 听到没有 我对你的气氛已经 已经人来到极限了 已经人来到极限了 你把你所有话留下 跟法官讲 急速以后 胜诉对我们研究 事件造反的问题 懂吗 我保证七年之内 把这个船票送到你的家里 第一个 你明下所有银行卡 还有你的 你们俩明下所有银行卡 微信支付宝会冻结 听到没有 第二个 你们这套房子 还有你们在那个街口 停那个车 开不进来 停了饭不了吧 那个车也会发拍 另外 另外 你懂没有 你要面对的还有一个 行政拘留 行政拘留 就是15天 一年两次 别让拘留 先想好了 别让拘留 这个问题留着去 挺让笨法官 另外 面对你还有一个刑事责任 叫拒止罪 如果你有能力长完 拒不长完 这叫拒止罪 面对你的是 三到七年一个继续刑 听到没有 三到七年 三到七年以后 来 就你这个媳妇 他还能不能等你三到七年 我还真不敢保证 我没有调拨你们家庭关系 但是他的所谓所谓 你父亲已经跟我讲过了 三到七年以后 如果说他还能等你出来 那你觉得 我觉得你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棒 一级棒 真的 你娶了个好媳妇 但是 通过他的种种所作所为而判断 我觉得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因为三到七年出来以后 你房子 我给你疯了 银行卡 我给你动了 你的车 我也给你卖了 你工作肯定丢了 到时候你这个媳妇 还能不能等你三到七年 未来三到七年 拥有收入 还不一定 没还不一定 懂吗 里外里关系 你自己想明白 你自己想明白 听懂了没有 还有你 别是我 别对没你事了 我告诉你 里里外来这些 要是没有你的话 也不会这么乱 他作为一个儿子 对他的父亲 记自己笑道 本来是没什么大金小贝的 但是你呢 在里面你起到什么好角色了吗 你做的什么好作用了吗 你啊 你还 我俩又快 如果不是他的话 这个儿子 一目前状态来看 他就算再饿 他也做不出来这样的事 让他父亲大雨天在外面睡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还真不相信他会这么干 听懂没有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把把嘴闭上 现在我跟你老公对话 我跟赵大爷的儿子对话 我劝你把嘴闭上 我跳出法律之外跟你讲句话 首先啊 咱俩都是男的 都有媳妇 对吧 如果说媳妇啊 他可能说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逼迫着你 然后做了一些违心的事 我没出错吧 兄弟 如果说按照你的本意 没有你这个媳妇送个作者的话 你有没有有可能骗你老爷子那点闲 有没有有可能把你老爷子下雨天扔在外面 你知道我刚才看到你老爷子的时候 他什么样吗 下雨天 躺在一个屋檐下 一个破褥子 手饿得浑身发抖 真的 我不想说别的 你想象一下 现在你把你老爷子扔在了门外 对吧 一扔好几个月不管 小的时候 如果说你老爷子把你扔在眉口两分钟 不让你进屋 你害不害怕 想象你害不害怕 你现在这么对你的父亲 你想象没有等你孩子长大以后 怎么对你 人都是父母养大的 不要做傻事 不要做傻事 不要因为一个外人 把从小把你养大大的亲生父亲给扔在外面 而且你要明白 以后你的路还很长 对吧 你不是到插门 以后老赵家你还要回呢 你如果这件事真的被放大以后 你怎么回去灭对你老赵家这帮人呢 你的赵氏 你的家族 你的经文 有哪个不得出你几两股啊 想明白利害关系 你现在很年轻 我比你年长好几岁好几岁 你要明白 人在做 天在看 别犯傻了你 有些事 有些事可以被原谅 但是有些事一旦你犯了错误 你要承担的责任是一辈子原谅不了的 你要知道 法律的结果一旦在你档案上一下烙印 他是跟着你一辈子的 你别说了 就说这事你想怎么解决吧 很简单啊 你能说这句话了我算你有良心 第一 把钱 怎么从你爹那骗了的 怎么给我还回去 这是第一 第二点 从一个儿子角度来讲 从国家的伦理道德来讲 从法律层面来讲 你有必要对人家进行一个赡养义务 这两者 你今天能做到 那咱们就做 如果你做不到 好吧 我们把所有材料都认为好了 我们直接举起诉就可以了 我不想跟你废话了 懂吗 你们妈妈 来来看着我 来来听我说 你现在到底不是钱的事 不是因为钱就是解决了 赡养义务不是给钱 小时候你爹怎么照顾的你 现在反过来就怎么照顾他